天边的南十字星 闪耀着永恒的光芒 头顶的月亮 洒下了皎洁的宁静 我在塞纳河的左岸 独自享用着属于我的咖啡 在繁华的街道上 惬意地品尝一个人的孤单 我打开了收音机 随着我的中广流行网一起 耍文艺 闹气质 一起在这美丽的夜晚 释放灵魂 解放河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收听由豆子主持 哈哈 Midnight You and Me 欢迎回来第二个小时 继续在I Like Radio中广流行网播出的 Midnight You and Me 午夜我和你 我是豆子 那今天呢 在这个部分呢 有一个特别的企划 那其实跟这个人的缘分呢 应该是从我们节目的另外一个单元开始的哦 就是一开口就吓死人 而且你的音箱拍到桌上声音太大了你 欢迎你家的小凯 豆子哥好大家好 我是你家的小凯 我本来还想要铺陈一下你知道吗 就等到晚一点然后再介绍他进来这样 就后来音箱先打到桌子这样 对 对不对 那你要找什么东西 来现在让你找 现在让你找 来你慢慢找 找那个Pick 找啊找啊就找啊 你可以起立 起立 没关系起立 好 对起立有没有比较好找一些些 有对不对 不在我身上 不在你身上 在这里 所以你现在要冲回家去拿是不是 不用不用不用 欸如果今天真的啊 就是Pick不在的话 你要怎么办 就你就死谁就刚好忘了带来这样 哇那可能 你讲啊 没关系 就直接 就直接谈了 这样什么会很痛吗 不会 不会哦 就你已经习惯了就对了 对啊 所以可有可无嘛 对不对 但有比较好 那就不要啦 找到了 找到了 好可惜哦 没有啦没有啦 找到比较好 好不好 怎么会这么紧凑啊 他刚很质疑 因为他今天开了一些歌单给我 然后他又说 蛤 我唱这些歌就可以撑得了一个小时吗 说绝对可以 因为你人生的故事太多了 林小凯你人生的故事太多 对对 跟大家讲一下好 这个林小凯呢 我跟他缘分 当然其实是在 一开口就吓死人 这个单元当中 你是第几季的冠军啊 第八季 第八季的冠军 有没有 对 而且后来 为了要请他来做这一趴 然后我们就上网去找了一些 有关于林小凯的资料 然后就是 又有几篇那个 也不知是部落客写的文章 还是好像是报道吧 然后就写了一个很威的名字 那个名字叫做歌坛小霸王 我想歌坛小霸王 他正式 原来林小凯正式出道 怎么歌坛小霸王这样子 你知道那篇报道吗 好像记得 你要我念给你听吗 有点忘记了 应该是比赛了吧 哇哦 歌坛小霸 都是歌友去找 废话 歌坛小霸王 Tank的最佳接班人 终于在日前诞生 这是几年 哇这好久哦 今年初 到底几年 我看一下日期 他没写日期 好久好久的 很久的 非常久的 没有了 好 某年初才刚退伍的林 本名可以讲对不对 可以可以 林献凯 以着浑厚的嗓音 获得评审一致青睐 赢得第一名殊荣之后 他还不可置信的笑说 没有想到 优胜的是我耶 哦 很厉害啊好 杨谦配主食是不是 对 最佳接班人啊 对啊那个比赛 Tank的比赛 哦 OK 好厉害哦 我找得到 歌坛小霸王 对啊 因为我想要 豆子哥一进来 一直叫我歌坛小霸王 所以你 你有点不知道 那是什么意思是不是 我忘记了 你忘记 所以说现在 我找到这篇报道 你又回忆起来是不是 想起来 想起来是不是 你值得啊 你在一开口就吓死人的那个表现这么威 你是先一开口还是先蔡依林 先一开口 先一开口 然后之后才去参加蔡依林的比赛 对不对 对 然后之后又才去超级偶像 PK 对不对 对 OK 很棒啊 就是感觉是往着目标一步一步前进啊这样子 对 算是感觉上是这样子 哦 所以事实上不是 对 哈哈哈 那是一种感觉 对 我想那时候想要 如果他找 那我就去比吧这样子 诶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 隔下歌唱生涯的起点 是真的是一开口就吓死人 是最开始是不是 对 算是 应该是说 开始 会想要把自己的作品往网路上丢这样子 嗯哼哼 对 然后 然后 只是我们这边是让更多的人听到你的歌声就对了 对 我是比赛的比到一半才把自己的影片丢上去的这样子 哦哦 就先比赛 先比一开口 然后再把影片丢上去 对对对 比到一半的时候想要不然来拍个片好了 对啊 我的天哪 本节目害你不浅诶 诶 诶不会啊 哈哈哈 本节目害你就此归上人生不归路诶 对不对 嗯 但不是啊 哈哈哈哈 对了 因为喜欢音乐 对了 这样是不是 对 那现在还好吗 现在 现在还好 你的近况是 近况是 嗯哼哼 应该 还是会以工作为主这样子 对啊 你是说那个助唱的工作吗 对 你们就自好装不上 助唱的工作吗 对啊 不是 是歌唱的话 就是 现在最近比较少拍了 哦 懒惰了是不是 也不是 想说老子你红了 也没有 然后就没有想要再拍的意思 反正在 网路上 人气已经到达一个满点了这样 然后再加上旁边有一个 类似于综艺团的马叔叔 哈哈哈哈 这种组合认识 怎么可能没有点击率呢 是不是 所以就比较怠惰了是不是 也不是 哈哈 要不然咧 我们就是我想说 就还是要 吃饭啊 对啊 想我都认真工作一下下这样 结果没想到一工作就 好像 一年就比较少拍片了 哦这样是不是 对 所以你这一年上传了几支 一支是不是 呃 今年 今年还有三支 你说到目前五月的时候 对 有三支是不是 对 有要再继续拍的意思吗 有 还是干脆今天就你的告别演唱会了 好 谢谢 夏琳小凯 告别演唱会 献给Mineye 有没有 好 他歌唱起点是在Mineye 然后歌唱中演在Mineye 这样有没有 OK 我 我有空会拍的 对 还是有计划会拍是不是 对 还是会拍 还是会拍 对 OK 好 但是最后 好 跟大家讲 如果你那个时候 听那个一开口的 第八季 对不对 对 第八季的话 你就知道 其实小凯 他本业是在做网拍 对不对 对 就是比较电子商务的那一块 那这个东西 现在有比较好吗 还是说现在生意也很难做 这样 慢慢有起色 所以那个时候是没起色的 也是有 但没有现在比较 现在更好 现在更好 就是更上轨道就对 你卖什么东西啊 就卖一些像 视频类 我跟你讲 你讲 Lily Coco 我不知道什么叫 Lily Coco 视频 视频啊 像眼镜框啊 那些的 是现女生吗 还是说男女都OK 男女都OK 所以男性的部分 就是你去挑货 就对 对 就是如果我们去 你的卖场里面看 然后看到所有的 男性的东西 那都是经过小凯严选 对 都是自己挑的 都自己挑的 所以说 如果你的气质 想要跟林小凯 一样好的话 就maybe 你可以上去看一看 这样子 也不好意思啦 你都精选过了吗 还不好意思 这样 你气质很好 你本人气质很好 谢谢多姿哥 我觉得 就是本节目的 有一些听众朋友 见到你的次数 搞不好都比我 见到你次数还多 对不对 应该是哦 对不对 就那群人一直把你约出来 然后一直烦你这样 可是最近 近期就是 比较没有时间 请问最近王阿晏还有在烦你吗 最近没有啦 没有是不是 对啦对啦 有一种解脱的感觉是不是 不会啦 就大家还是朋友啊 只是说有时候 淡水那个故事可以提吗 淡水那个 那个凉风吹来那个 可以啊 可以提是不是 对不对我不想提 哈哈哈哈 大家用想象来都知道 哈哈哈哈哈哈 跟你讲 其实老实跟大家讲啊 今天把林小凯约来干嘛 你知道吗 就是第一个 告别演唱会嘛 对不对 不是哈哈哈哈哈哈 第二个 出柜大会 好不好 天哪 好精彩 今天这一个小时 我心跳要加速了 哈哈哈哈哈哈 没有 而且 那个时候你不是在我们节目里面 一直被弄歪吗 对对对 你女朋友应该不是生气 你女朋友应该是在旁边 就是大声叫好吧 哈哈哈哈哈哈 看你被人玩到什么时候是不是 不会啦 那他也一直在笑啊 对啊 就说他就一直笑嘛 对对对对对 他就也没有想要救你 或是没有想要生气的意思 没有 都没有 那你不会觉得很心寒吗 就是说 如果这个时候他生气 就表示他其实是在乎你了 嗯 你反而会觉得稍微OK一些一些 但他不但没有生气 他反而是在那边笑 他看很开啊 啊这样对不对 哈哈哈哈 那这样子 那 我就真的要把你推给王中彥了 哎 加油 哈哈 好谢谢 哎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OK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小凯今天是有任务在身啦 对不对 好这个 因为现在本人此刻人在国外 那我就想说到底在这段时间 呃 的节目我要怎么安排 就后来就找 因为前一阵子不是也在 那个一开口这一季 不是也找了一个学长学姐的PK吗 对 其实老师说本来有找小凯的 可是因为小凯跟我讲说 他最近搬了一个新的地方 那那个新的地方的邻居呢 他不太敢惹 就是想说在半夜唱歌的话 可能他隔天就没有房子住了 嗯 于是乎就 老师会知道 对 所以说他就是就回绝了我 在那个学长学姐那一站的PK 这样子 可是后来就 呃我又邀请他就是说 那可不可以到节目当中来 就当作是你小型的 个人空中演唱会 哎他答应哎 好惊喜哦 他答应了 压力好大哦 真的吗 你到现在压力还会大吗 还是很大 你为什么要装嫩 你什么大场面没看过 因为我看到豆子哥本 然后呢 压力太大 太帅了 你 蔡玲不是你也看过了吗 不一样 历经你不是也看过了吗 那时候看 那时候 那时候不是他 那时候是方方方对不对 对对对 方姐 方姐你也看过啦 对 对啊 就什么大明星你没看过这样 你在那边看到我紧张个屁眼 还是会紧张 哦这样对不对 所以就你看到我的紧张程度 如果满分是100分的话 那你紧张程度大概是几分 199 那你看到方方方的紧张程度是几分 150 比我还低为什么 那你看到 那你看到蔡依林的紧张程度是 150 都比我低 为什么 你为什么看到他会这么紧张 会 因为可 你在流汗是不是 对 哈哈哈 你为什么 你为什么 我说真的 你为什么要这样 好啦好啦 好好好 你放松起来好不好 好好好 我先让你喘口气好不好 好 你等一下好好唱哦 好不好 跟大家讲一下 不是告别啦 反正今天就是他有任务在身 他今天要在这个小时的节目当中 开一个就是你家的小凯 空中演唱会 是这样子哦 对 所以 有后悔接这个通告吗 不会啊 真的吗 就是能看到兜子歌本 我就来了 你有什么事吗 拼着命就来了 你有什么事吗 OK好 那今天会带来一些曲目 那这些曲目呢 当然有一些是 呃 可能大家本来就已经很熟悉的曲目了 这样 可是有一些 是你自己的创作是不是 对 你之前比较少有机会在公开场合唱过是不是 对 比较少 比较少 可能 网路影片比较多 都网路影片比较多 嗯 就如果你没有看到网路影片的话 那就今天听我们节目 就就能够听到你近期的一些新的创作是不是 对 人很好耶 对啊 怎么愿意把这些东西分享给我们节目呢 谢小凯 教学的豆子歌才是 好 OK 这一首是小凯说 他觉得最近很喜欢的一首歌曲 很喜欢 对不对 对 可是后面有PS 因为听太多次 所以有点俩功 哈哈哈哈 听非常多次 对不对 对 他很洗脑啊 对不对 非常洗脑 OK好 可是这是你最近在听的歌曲 对对对 那我也来听一次好吗 好好好 其实我也听很多次了 要不然我们就把音乐拉掉好了好不好 哈哈哈哈 也不要啦 OK 我不会笑好了 哈哈 玩命关头的C-E-O-GAME 等一下小凯就要在节目里面开唱啰 你可以不要再紧张了吗 可以 我尽量 你尽量哦 因为我们坐好近哦 哈哈哈哈 这个距离算远的耶 真的哦 你知道在 你知道在 在那一间 就是我 我向你比那个方向那一间啊 嗯 你知道我访问过谁吗 那一间真的很小 更小 对对 你知道我访问过谁吗 我在那一间访问过 淋浴群 哇哈哈 非常近是吗 除了近还有压迫感 哈哈哈 好近 哈哈哈哈 那这一间算空间蛮大的 非常大 非常大 你现在你现在离我很远好不好 哈哈哈哈 对对对对对 OK好 所以小凯 在一开口就吓死人之后 然后回到Mineye来唱歌 没有想到是用这样的形式 你要先从Cover的歌曲开始 还是先从你的创作开始 先从Cover好了 Cover的歌曲开始是不是 OK好 今天要演唱的曲目是 首先你要为大家带来的歌曲是 就一小段 蔡依林的大艺术家 等一下这首歌是不是对你来说意义非凡 对啊 算是比较 有时候比较常表演 你那个时候参加蔡依林的比赛是哪一组啊 歌唱组 歌唱组 他另外一组是什么组 舞蹈组 舞蹈组 你身形很好看啊 你身形非常好看啊 我上去要那个吗 哪个 可能跳起来最后一名 哈哈哈 歌唱组是不是 对对歌唱组 所以歌唱名次很前面对不对 歌唱组吗 对对对第一名 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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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全部来 刚刚好刚好 哈哈哈 一开口第几名 哈哈哈 好像也是刚好第一名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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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对对对对我都觉得很OK这样 你有你有那个资格拿俏 我不敢对你怎样 哈哈哈 没有 我今天身份就是阴控好了 哈哈哈 我只是阴控而已 不要啦 豆子跟鸟主持啦 我不行 哈哈哈 OK 林小凯的大艺术家 加油 好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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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玩法是不是 對 OK 這也是我第一首改編 放在網路上的歌曲這樣子 那其實有沒有想到 就是也不小心的 得到大家 極大的好評這樣 對 大家還蠻喜歡的 你說 你說人生有很多的不小心 但是那個不小心 都是 都是好的不小心這樣子 對啊 都 也 也有不好的 但是 好的 我都記好 你有不好的 誰敢對你不好 誰 沒有 有時候還是會不得名啊 對啊 比賽還是會沒有 真的嗎 還是會有 長嗎 還好吧 還OK 還是會有 不好意思喔 就那些就是你當初 沒給他得名的 你看 C 對啊 等一下還有曲目 對不對 OK 好 在今天為大家介紹 這位 是曾經在本節目 一開口就嚇死人的 第八季比賽中的冠軍 他是 林小凱 這裡是I Like Radio 中廣流行網 你所收聽的節目 是Me Not You and Me 我是豆子 對面坐的是 你家的小凱 哈囉大家好 嗨 小凱好 郭子哥好 有沒有比較不緊張了啦 有 半小時都過去了 我剛剛擦汗了 你還在緊張喔 可是以前在電話上面唱歌 的那個日子 有沒有覺得 其實那個是比較自在的 有啊 是喔 也蠻自在的啊 也蠻懷念的啦 你要多出來啦 老實說 對啊 因為其實 就我所知你的粉絲人數也不少 對不對 然後大家都在等待你的 不管是演出也好 或是表現也好 對啊 多加油 好不好 好 對啊 然後那個 網拍 網拍甚至就 大家稍微支持一下 然後那個音樂呢 就好好的等待 林小凱的作品 這樣可以嗎 可以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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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盡量 我要用力 接下來我聽說是一首名曲是不是 呃 對 是 你要唱什麼歌 小蘋果 你也要唱小蘋果 對啊 可是 你也要把它改編得很不一樣是不是 這首 應該 這是民謠版的 民謠版的小蘋果 是不是 OK 好 所以你有在公開場合表演過這首歌了嗎 呃 上次有唱 但不是唱這個版本的 哦 是唱的 所以說這個是你現在的這個版本第一次公開就對了 對 第一次 何德何能 歡迎林小凱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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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種下一個冬子 終於長出了故事 今天是個偉大日子 在下星星送給你 在下月亮送給你 當它每天被你升起 連著蠟燭燃燒自己只為照亮你 把我一切都顯給你只要你歡喜 你讓我每個明天都變得有意義 想你隨斷愛你永遠不離不棄 你是我的小牙小蘋果 怎麼愛你都不嫌多 紅紅的笑臉吻了我的心 我點亮我生命的光 你是我的小牙小蘋果 就像甜甜最美的雲朵 春天又來的涼花開滿山坡 做下希望就會收穫 謝謝 很帥 很帥 講得很炫 你會不會很害怕在演出的時候自己穿自己的歌 會 會是不是 要自己講 要自己介紹 這樣對不對 OK我們來試一段好不好 我就不理你了 我就自己接到下一首歌去 我只負責愛音效而已 真的嗎 加油 加油 等一下喔 這時候就要塞花 你手上可以動作 但你可以塞花 接下來這首歌 我想要唱什麼 什麼歌之類的 接下來這首歌 你看表現很好啊 你看就邊動作邊在講話 這樣就OK啦 還蠻 還蠻忙的 是很忙啊 我們每天不都很忙嗎 這個太厲害了 我還好我還好 習慣就好這樣 OK 因為有時候還是會放空 所以你現在是放空 我在調音 對 OK 所以如果在現場演出的時候啊 遇到歌與歌中間要調音的狀況的時候 這時候就空在那邊是不是 有時候樂手會幫我補那畫 樂手會幫你補畫 對 有時候就 如果旁邊剛好有搭檔的話 他就會先幫我補畫 如果什麼都沒有呢 沒有的話就可能要想一下自己要講這樣子 這樣子喔 對 就講一下 就跟大家聊一下 聽他邊邊調邊講這樣 所以今天是不是還好有我 對 太偉大了 可是我現在不想理你啊 不要啦 就run down上面就寫著兩個字 字串 太困難了 好 我接下來這首歌要唱我很喜歡一首歌 五月天的溫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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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在风中 今天阳光居然好温柔 天的温柔 地的温柔 向你抱着我 然后发现你的改变 孤单的今后 如果能该怎么渡过 天边风光身边的 我都不在你眼中 你的眼中唱着什么 我从来都不懂 没有关系你的世界 就让你拥有 不打扰 是我的温柔 不知道不明了 不想要为什么 我的心 明明是想靠近 全孤单的黎明 不知道不明了 不想要为什么 我的心 那爱情的起立 总是在孤单里 再把我的最好的爱 给你 都给你 这是我的 这是我的 温柔 谢谢 林小凯 你女朋友应该觉得很幸福吧 就是男朋友又多才多艺 然后人长得又帅 也没有 没都资格帅 然后 什么东西 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势快 这么客套了你 对啊 然后再加上某部分又还挺温柔的 对不对 就是有一些细腻 然后但是又还蛮有guts这样 对不对 还OK啦 还OK是不是 所以你跟你女朋友会吵架吗 会啊 还是都会 真的吗 嗯 你吵得起来 会 还是吵得起来 你有暴怒过 还OK啦 你暴怒就什么样子 暴怒 就一般人在生气的样子 剁脚 不会不会不会 莲花纸 不会 掉头就走 冷战 那应该是王忠彦 不好意思 我刚刚说错 那应该是王忠彦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们某一位知名听友 王忠彦 如果我们说了 冷战啊 嗯 你也搞冷暴力这一套啊 就是会 但很快就会聊天了 很快就聊 多快 两个礼拜 一天吧 你不生隔夜气了 对对对 比较快就会讲话 其实你都不会有疙瘩 还好啊 如果就 假如 有时候 自己会主动说对不起 就还好 这样子 所以通常都是你先低头 是不是 呃 有时候一半一半 还是都会有 哦 就互相 互相 就对了 哦 对 交往几年了 好一阵子了 几年 哦 不能讲 是可以讲还是不能讲 哈哈 不可以讲 对 害羞 对 哦 可是如果硬要讲出来 你会不会 你会不会 哈哈哈哈 我有脸红 那是一个很光荣的数字 我不得不说 你好像 你好像在节目里面有讲过 我记得 有有有讲过 好啦 就是 三年前 那个时候他有在节目里面讲过 对 然后在那个时候 他说的数字就已经讲我们吓死了 然后现在就 你自己又再加三年 就 就你知道 大家就知道了 对 大概就是那个数字啦 对 很了不起耶 对啊 这是他的温柔 剩下 这是他的温柔 都这个好会接哦 谢谢 今天本节目是何其有幸 请到一开口就吓死人 第八戒的优等生 而且是冠军林小凯 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然后进行一个小型的空中演唱会 那么刚才听到三首 林小凯 他自己比较有感觉的一些 所谓的翻唱歌曲 然后呢 三首都翻唱成 跟原本的形态很不一样 你看小苹果 然后你看像温柔 其实也唱出小凯自己的一个feel 我觉得也很不错这样 那大艺术家就更不用讲了 那他就是一个很 很民谣 然后很 很 诗情话语的音乐人 这样 对 OK啊 那这个阶段是 你要演唱的是 你的自创曲 对 我自己的创作 OK好 那我跟你讲 因为这些歌曲我都不熟 所以说你要稍微介绍一下 就可能在什么情形之下 创作出来的这样子 好不好 OK好 首先这首歌叫做 陪你走过 陪你走过 你是有在节目里面唱过啊 没有 没有对不对 这还没有 这还没有 那时候 那时候 因为前两年的时候 妈妈有生一场大病 OK 那妈妈现在还好吗 现在有恢复了 有恢复了是不是 OK 那 就写这手回给妈妈 有这么孝顺的孩子 当然你知道就是 妈妈心情就会好 然后就会恢复的很快 而且都这个 对啊 而且你知道就是 林妈妈儿子很帅 而且又有才华 哈哈哈哈 你搞死 怎么三孤六国起来呢 哈哈哈哈 哈哈 搞死 哈哈哈哈哈哈 这首歌就叫做 陪你走过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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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儿 晚晚的星空 一闪一闪的感动 和你 我幸福的途中 躲在同个屋檐下 雨声滴滴又大大 疯狂 是一起做的梦 不怕受着一点伤 我们要一起闯 等天际放晴 花出道彩虹 为你穿上户外草 暖暖的刚刚好 慢慢的暗 陪你走过 这美丽的风景 陪你走过 那崎岖的小路 伤心难过 退出道彩虹 时空 有我 阙我想走body 等音乐 伤心难过 噶救我 这美丽的风景 陪你走过 顺岖的大体 灭了 到了彩虹 这美丽的风景 陪你走过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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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現在唱這首歌還是會想哭喔 呃就 會想要那個畫面這樣子 所以你剛剛是以為要哭的意思嗎 也沒拉 哈哈哈 我剛剛有嚇一跳 因為 因為其實就真的已經差一點點 然後眼淚就要那種蹦出來 我想 不會在我們節目上這麼溫情的戲碼吧 不會啦 可是你當初在創作這首歌的時候 是有哭的是不是 就是因為情況很危急 對啊 就寫這首歌 是有到危急的狀況 嗯 非常 我天哪 但媽媽現在恢復的狀況很好 到最後一刻 有好起來這樣子 恭喜 對啊 謝謝 你看我 接下來我這首歌是 我舉了一個牌子說自串 好難喔 接下來這首歌也是我要 也是我的創作這樣子 對 這首歌其實就是 我想說 每個人在生活上或者一路上 都有一個在後面默默的支持你 我想說朋友啊或者家人啊 都會跟你說加油 夢想不要放棄這樣子 所以我想說 這首歌就獻給他們 他們讓我改變了一些想法這樣子 對 你還沒說歌名 歌名叫做 心願 哈哈哈哈哈哈 會 就窗前 河北拿著 我遇见心里面的蓝天 那颜色有你温暖的宝盒 还是你就是你叫永恒 生命有了你改变 时间有你幸福这一切 冬暖的交相约突然围绕我身边 也许梦还在前面 不怕冲破这极限 我们要写下诗篇 好啊 多想来唱话 唱出你喜欢的帮 不管有我嘴巴塞 不敢哄哄咖哩嘴巴 同样的心愿 放在同样的希望 亲手冲天的伴 你是我最爱的虚拟人 耶 亲手冲天的伴 你是我最爱的虚拟人 谢谢 我后来发现啊 我不太敢太早乱按掌声 你知道 因为你有没有发现 小凯在每一首歌的后面 那个收尾 他好讲究 对 他那个尾印 一定是要 已经整个拉完 对不对 你刚刚最后一个 最后一句怎么唱 你再唱一次好不好 对 你不用谈 你不用谈 就直接唱就好了 对 你是我最爱的虚拟 注意哦 人 是不是很完美 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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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妙 好妙 你 好妙 你 这是好习惯 这是好习惯 其实那个 常常在一开口 就吓死人 里面啊 很多的参赛者都忘了 其实每一句的这个收尾 特别是一整首歌的收尾 就要有一个beautiful ending 那小凯之 我跟你讲 第一名真的不是没有原因的 就在这些细节 然后稍稍的注意到 这样 对啊 我就觉得 偷子哥 干嘛这样 对不对 好 一首亲情的 然后一首友情的 对不对 好 接下来这首歌呢 这首歌就是 它是一首毕业歌 毕业歌 对 我是想要送给现在的学生 这样子 因为我已经回不去了 你都这样讲 这首歌摆明是要给主持人难堪的 对啊 我都回不去几年了 对啊 我现在勉强跟学校有点连接 就是每年暑假的时候 过去跟那个高中生 句号的 因为那个四星大学会办 那种什么高中广播 广播的 然后我们就负责回去卖脸的 你知道吗 那本身也不是走帅气路线的 是啊 是帅气 哪里帅你 大家请上 你家的小凯 脸书本师团 并且有开微博 等一下我要跟豆子哥拍张 太帅气 这样真的是 OK 我可以背面试人吗 不行啊 好 这首毕业歌叫什么名字 报告完毕 为什么这么妙歌名 就是跟朋友他合作了 就是朋友写词这样 哦 朋友写的词 他帮我写 因为我刚刚初有跟他讲说 我想要写一首 类似毕业歌这样 我就跟他讨论方向 他就写出我这首词 我就取之委 先给他 其实这是退伍歌吧 毕业歌 大家以为报告班长吗 不是之类的 OK好 报告完毕 对不对 欢迎小凯 来 就半茶的游戏 还没分输赢 在今天要听 太匆忙的夏季 就还没透清 已经要换场地 装成熟的声音 哼着孩子气 唱不出那首歌最后一句 要开始温馨 固件的回忆 不好悔做了很笨的决定 都曾经对白日梦太着迷 没有犹豫 纯粹的勇气 在相框里 笑得很耐很安静 脱掉了绣着学好的外衣 憧憬期待着革命的日期 委屈没有关系 为自己听这一句 我报告完毕 谢谢 有青春feu 这首歌有青春feu 对 所以唱 我觉得唱亲情唱友情 或唱毕业歌的心态 要很不一样 对 因为亲情就是 特别是自己有那种亲身的遭遇 你会觉得唱一些亲情的歌的时候 它是要非常的内敛的 对 然后那个态度是要 你也不能说饱足 但就是 你会觉得那个情感是骗不了人的 但友情的话 可能就是会有一些些稍稍的潇洒 然后稍稍的一些 你知道就兄弟之间可能会有那些口吻出现 那报告完毕这首歌就又稍稍的轻松一些一些了 对 对不对 对 你也可以写一首很悲的毕业歌啊 不是吗 也是可以 就是大家哭得要死 但你不想走那个路数 就想说 用有一点微笑的感觉这样 对啊 因为你本身就是一个爱笑的人啊 有没有啦 大家去上他的脸书粉丝团 看到多爱笑 以及他笑得多阳光 对 我只能这样说 就是今天就是这一场 因为今天比较热 所以比较阳光一点 话不是这样说 没有 我的意思是说 就是今天实在很抱歉 没有办法开视频给大家看 就是因为 就是啊 就间接的这场音乐会 就本人独有这样 可以看到他 他现场演唱的时候 那个神情好认真 而且你知道 我是带着耳机听的 然后那种感觉是 无论如何就是一个字 就是好 好 好 小凯 你可以答应我几件事吗 可以 第一件事情 你可以不要再这么怠惰 我是只放在网路上的影片 可以啊 我最近会把他努力 把他救回来 这样是不是 OK 要补回来 好 第二件事情 你可以不要放弃音乐吗 因为他其实 他刚私底下 跟我稍稍有讲过 就是说 现在好像就 比较处于随缘的状态 那我就想说 你知道就这样的一个声音 如果消失了 然后 我觉得有点可惜 对 那你可以不要放弃吗 好 好 我亲爱跟自己讲 对 那就连接到第三题了 好 请把我们这些歌迷看在眼里好吗 好 我跟你讲就是 他想要放弃的时候 就 你想要放弃的时候 就请你想想我们这一些 就是 还很希望听到你唱歌的人 好不好 就为我们 就是你知道 好好的走下去好吗 可以吗 可以 OK好 第四个问题 也是最后一个问题 好 下次如果我类似的邀约到我们节目当中来 你愿意吗 愿意啊 愿意真的 对 你确定 我确定非常 会不会以后就嫌反了 不会 因为今天看过我本人的卢山珍面目之后就嫌反了 不会 就更要来 哈哈哈 你说的哦 对 确定好 确定确定 好 今天这个小凯的空中小型的演唱会就在这边 然后他你自己有经营脸书粉丝团 对 我如何搜寻 只要搜寻五个字 就是你家的小凯 哦 凯是凯旋的凯 对 你家的小凯 然后呢 脸书的粉丝团有 对不对 YouTube也有 然后YouTube也有频道 对 然后再过来 微博也有 对不对 微博也有 微博也是你家的小凯 是不是 对 一样 一样 都是你家的小凯 对 都你家的小凯 现在就五个字闯荡天下就对 对 OKOK 好 再次谢谢小凯 今天非常感谢你完成这个小时的节目 以后希望有机会 能够尽快再听到你回到我们节目唱歌好不好 好 谢谢小凯 谢谢大家 谢谢豆子哥 哥谈小棒啊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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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这一段的节目呢 很难得的吧 一开口就吓死人 第八季的总冠军小凯 再次的找回 节目里面来说说谈谈唱唱这样的 OK好 那他刚才一只在离开的时候就说好紧张好紧张好紧张 我就说不坏 今天表现得很好 心里面我的OS就是你什么场面没看过 你今天没给我紧张的什么东西 不过其实真的很感谢他 因为其实说真的从一开口就吓死人第八季毕业之后 就很少跟这些参赛者有任何的这个联络了 那当然其实后来我听说小凯也办了一些小型的concert演唱的这个小型的演唱会就对了 然后我那个时候都因为有一些事情在身上 然后就没有办法去看 觉得很抱歉 但今天总算是让我现场听到他唱歌了觉得非常的开心 这样谢谢林小凯今天光临我们的节目 哇好